另一方面 敦拉萨掌政时代的 前副首相敦伊斯迈的儿子 道菲伊斯迈放话 挑战巫统主席 纳都斯里阿末扎西 不管对方将在巴雁纳都 国会议席捍卫首途 或者是上阵其他的选区 他都会硬碰扎西 也是双西文律前国会议员的 道菲伊斯迈誓言 他要以此向民众传达 反贪腐的讯息 并向志同道合者 展现斗志 今年已经71岁的道菲伊斯迈 将透过人权律师 西蒂卡辛 领军的独立行动组织平台 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 道菲伊斯迈曾经在1986年 攻下双西文律国席 但是在隔年 巫统爆发党争之后退党 优优人士的马上 执行者 最后吃最大 开吟人士的马上